六四是怎么一回事 1989年6月4日 中国政府出动军队 屏幕上播放着六四天安门的记录画面 大学生们聚集在自由广场举行悼念晚会 民运人士王丹也出席 呼吁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 借纪念六四的机会 台湾人应当向中共领导人展现民意 告诉他们 台湾人不是只在乎大陆的钱 台湾人更在乎的是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现在让我们为这些理念以及英灵们 闭上眼睛默哀一分钟 点燃蜡烛闭上眼睛默哀 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为民主运动 牺牲生命的人 晚会并在历史的伤口歌声中花下句点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一点事综合报导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来宾今天的参与 今天也六四晚